阿兵哥同桌打菜吃饭 不论是洗澡睡觉还是训练站纲 24小时团体行动 但如今都还没上战场 军营已经先陷入一场防疫苦战 新竹关系营区确诊阿兵哥 搭乘返香专车 除了同车同袍确诊之外 回到彰化又约了其他同袍聚餐 确诊者CT值从36掉到18 而他竟然连一支疫苗都没打 所以他去好多地方找朋友吃饭 重要的是他没打疫苗 他没打疫苗 病毒恐怕在各营区之间乱窜 一名成功领新兵 上个月30号从成功领搭游览车 到苗栗军营 4月2号又有人开车带离营区 事后确诊 而来源指向新竹关系营区 染疫的阿兵哥 两人曾有接触 曾经跟我们张跨线24999的确诊者 搭同一个班专车 原来他们同样从成功领新训结束 播交搭乘同一辆专车 一个在苗栗下车 一个搭到新竹关系 先后确诊染疫 就怕病毒已经在全台各地营区 悄悄蔓延 解中部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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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